集體中毒 當然下毒的可能性不是沒有 但是問題是 它是分開好幾天的話 這個時間點 沒有人天天在那邊下毒的 我們一般來說 矽進性的感染跟病毒感染 都很少見 今天病毒性感染都很快就是了 因為一矽進到病毒 很快就增長到一個天空 你倒不掉你就再進去了 但是毒物不是 毒物是你進去身體以後 你漸漸沒有辦法代謝 在肝臟代謝的時候 引起肝衰竭 因為它的造成致命的量很少 一毫克 這個有一個缺點 你越毒的東西越不容易查得到 因為它在我們身體稀釋到地 你幾乎是查不到 所以你在身體的血液 胃內濃物或是肝腎 你要找到這個毒物 可能機會可能不太大 是不是在酌料或菜的方面有出問題 很多食材 日本韓國進來我們都有經過檢查 大陸因為大家我們有私家 所以都有私家進來 大家在營 是不是在這產生問題 就可能性就比較高了 我們要透過視訊連線 我們連線給法醫高大成 這個高法醫我請教你 因為我們現在有 就是各個專家都有往一個方向去 那大概他們想到的是一個叫做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的這種毒素 然後甚至現在開始思考是說 是不排除說下毒 那像你經驗這麼豐富 你也安裝來看這一次的食物中毒的事件 沒有 集體中毒 當然下毒可能性不是沒有 但是問題是 它是分開好幾天的話 這個時間點 沒有人天天在那邊下毒的 不說我每天在那裡等你 我來接一接再放 這是不可能的 還有人數的問題 它不是一天以內全部都中毒 不是啦 一、二、三、二、三 明天有幾個 後天有幾個這樣 第三點沒有情財酵 沒有動機 當然它的動機有可能是對保齡店家有酵 這當然也是可以去查 對這個店家有欠缺什麼薪水 沒有這種也有可能 但是我的看法 因為它的死亡 它的時間都很長 就是說後兩天後一個牌子 現在還要跟其他死的 這種的 我們一般來說 矽進性的感染跟病毒感染 都很少見 今年的病毒性感染都很快就會死 因為它矽進到病毒 很快就增長到一個天空 你就撞不起來你就撞進去了 但是毒物不是 毒物是你進去生理後 你漸漸沒有辦法代謝 在肝臟代謝的時候 引起肝衰竭 所以所有的肝衰解 而且它的肝主室 有到1萬4 1萬2的话 这个就是肝衰解的特征 肝脏会变成1万 肝主室会到1万2 1万4 也表示肝细胞 有在坏食 还有在增生 才会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表示这个密体肝脏 一直在跟它隔动 对 因为它一直在侵犯肝脏 肝肾的部分 肝脏就是我们生理的解毒器官 所以当然一定是有毒的密 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 因为它的造成致命的量很少 1毫克 1mg 就是很毒的意思 只要1毫克就非常的多 对 这个有一个缺点 你越毒的东西越不容易查到 因为它在我们身体稀释到 你几乎是查不到 所以你在政府的血液 胃内农物或是肝肾 你要找到这个毒物 可能机会可能不太大 所以我是觉得说可以去问 因为它好几天都发生这样 是不是在酌料或菜的方面有出问题 所以等一下我们保龄餐厅界 厨师还是他们里面的人 是不是尽特别食材 特别食材 比方想是什么 你觉得是属于特别食材 因为在四年前 2020年 大陆就在他们吃的木耳冷盘 跟炒饭 就有了一家九口四六的 后来也2023 2022 23 21都有发生 但它都不加薄 就是一两粒而已 大陆本来就是不公开的嘛 所以你也以为没有是有 是没说过的 那一粒也是这样 台湾大条 那一个很奇怪的就是说 我们台湾一阵子没有发生过 其实我们你看这一次节目 我们才知道有这个事情 才知道那个叫做米酵菌酸 对不对 一阵子都没听过 那以你说台湾 如果我们现在目前没有 这种毒素的存在的话 你说要去查中国食材 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因为我们有很多食材 日本韩国进来 我们都有经过检查 大陆因为大家我们有私家 所以都有私家进来 大家在用 是不是在这些产生问题之外 就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因为你没有经过检验 我要请教因为 他说柯林大家都在推论说 不是河粉就是龜亚雕嘛 因为多数的 我看到目前17粒 每一个都是不是吃河粉 就是吃龜亚雕 那你觉得是这一个 本身主食的部分的可能性高不高 没有 一讲到这样 我们就要考虑到 他应该是佐料的问题 哦 就是这个龜亚雕和木耳雕 都沾这些佐料 这个佐料出问题 可能是没有 哦 嗯嗯 不是只有这个食材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你吃不一样的食材 也有重量啊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是说 像是 假设你说是 可能是佐料出问题 那我们了解到台湾 我们其实都没听过这个东西 这个毒素没听过 那会因为这次出现了这个东西之后 他会变成说以后 可能会在我们环境周遭 有这种菌种跟毒素的存在吗 不是好家材 就是说他是毒素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考虑是毒素的问题 他不是细菌性本身的问题 所产生的问题 所以他来加细菌 如果没有增值 你将来就不一定又发生了 所以应该是没有那么严重 嗯嗯嗯 好我们谢谢刚法医接受我们的连线 苏医师我要给你请考 这边我们看几例 比较就是住在加护病房 而且甚至要用叶克膜的 我们看 他说他是吃319 他是吃这个滑蛋核粉 那他有严重的肝肾衰竭 那现在的状况是 他姐姐很心疼 觉得要捐肝给他 已经决定说要捐肝给他了 再来看也是40岁的男子 他有吃核粉 也有吃拉茶 然后现在在加护病房就是中中 这一个台南的 这个50岁的女生的个案 他讲他的状况就是 他就是上厕所的时候 那我们一般尿液的颜色 大概就是偏黄 对不对 那他说的那个茶色 应该是偏咖啡色了 是比较重的 那这个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在医学上面 通常有几个 就是你看到尿液颜色 变得很深的话 有时候是他的代谢上 他没有办法 他的肾脏如果很严重的衰竭 他没有办法把很多水分排出 他尿量会减少 尿量减少的时候 他会非常浓缩 有时候颜色会很深 那另外一个就是肝衰竭 肝衰竭的情况下 因为那个胆色素 他也会有一部分 跑到尿液里面去 你的颜色也会变深 会变成比较奇怪的颜色 这是比较可能性的 那当然如果说 这些以外的情况的话 有可能你一些 毒素或是药物的 本身的色素 会可能可以跑到尿液里面去 这是一个可能性 那你在看这个案例的时候 你会觉得 因为医生他们有时候 会推出是什么样的毒素 那其实现在我看到的毒素类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米酵菌酸之外 还有人讲出一个 真的什么佐克菌 什么的 你有没有其他的方面的研究 他那个Blochotelia 那个菌的名称是 产生这个毒素 这个米酵菌素的菌 米酵菌酸 是这个东西的 是目前怀疑的毒素的第一名 对 但是有一个菌去产生它 它叫做什么博克斯某某 它是用一个人民去命名的一个菌 所以是同样一个东西 对 目前讲应该是同一个东西 那其他几个的话 像何美香有提出几个 可能的differential 就是可能的鉴别诊断 其中一个是先人掌感菌 那先人掌感菌 也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症状 不过在台湾 就是前年跟大前年的话 大家有几次的一些案例 也是群聚的 比如军营啊 比如说学校 那都是拉肚子 就它不严重 但是事实上 它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它的状况不好 比如说它的本身年老 就是它有一些慢性疾病 或者是说它吃到的菌量 这个毒素量比较大 所以在外国 好像20一级吧 有一个年轻的20岁的意大利的男生 就是吃了一个 就是它的这个 意大利面放了好几天在室温 然后就把它微波 然后吃完以后 就拉肚子 就很严重的脱水 然后肝肾衰竭这样 甚至有些器官坏死的情况 就走掉 所以这是可能性 这是有可能发生 所以就是说 过去在台湾没有发生到这么严重 不代表不会发生 那再来就是说 在其他国家有发生 在台湾一直没有 也不代表台湾之后会没有 分层就是说 它到底是不是跟米酵菌酸 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一种 那如果是就这一次的个案呢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个案的话 米酵菌酸的造成的中毒 目前世界上登记的死亡率 是40%到100% 很严重耶 在治疗的情况下 对 所以非常严重 那能够做的治疗 它就是两个S 叫做supportive 跟就是症状的治疗 跟知识性的治疗 那就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给水 那肝腎功能开始衰竭的时候 把它洗肾 那肝功能衰竭的话 有一个叫洗肝的机器 但是基本上所非不知 成功率很低 而且非常危险 一般会直接说换肝 因为你的肝脏已经全挂了 已经全挂了 所以像这样子 很难救治的情况 早发现晚发现 其实对于目前 以目前非常有限的医疗证据来说 非常困难 所以就是只能 希望它吃到的量少 那是不是可以 就是说自然慢慢 像有些患者是吃到很少 可能它不严重就返家休养 可是真的厉害的 就会像其中一个案例一样 它的时间比较长 不确定它到底知道的量 是不是整盘吃光光 还是把别人的也帮忙吃了 不晓得 不晓得 但是它 当然也跟每个人身体的敏感 就是对于这种的 耐受性有关系 所以它一度是有好转一点点 到才比较停了 可是后来又严重起来 那这个的话就是比较 其实这些 对于医疗院所挑战 非常非常大 不是很容易救治的情况 因为目前的 就是说这是在台湾 是第一次我们看到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 它包括国家 我们看 中国黑龙江 它这个东西黄黄的 有点像是 黄色的米苔木的感觉 这个东西 它们叫做酸汤子 那它有曾经发生过 食物中毒的事情 一家十二口 九个人吃完 九个人死掉 那也就是那个 米酵菌酸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是在广东 它也是因为那个米酵菌酸 那再来一个是 莫山比克 也就是刚刚博伟讲的 就是说 不知道是到底放多久 还是怎么的污染 但医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对你来有讲 可能会难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科普的尝试 我也希望说 其他的来宾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经验 也可以 不要说因为恐慌 博伟长得没吃暗 不要这样 那我想要 我想要请教的是说 因为有一些专家讲 我们这些食物 应该是 快点滴起来 那在滴的情况下 不会说因为常温 那它可能就会有 那个生菌素 毒素 然后就会产生 那所以有一些人 我妈妈跟我说 你东西就是要 冷了 再去冰 不然冰箱会派去 有这种说法 对不对 那像你们 平常你们的尝试是什么 是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比较新的观念 都是认为 你只要不是滚烫的状态 不是还有在滚 冒泡的状态 稍微放一下 其实都可以冰 那比较早会有 这样的观念的话 都是怕冰箱没打破烂 就是说你如果说一下放了 蛮热的东西 进去很多 结果里面其他东西要冰 它会影响里面的温度 它运转不起来 就变成你这个 原本冷藏好好的东西 被你弄热了 在冰箱里面给它加热 拿出来 怎么这个有味道 那个有味道 然后冰箱味一大堆 是不是觉得很可怕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你只有一份东西 你用保鲜盒装好 其他东西都是冷的 你只有这一份 稍微放凉 没有到很烫的状况下 其实可以找点冰 所以是在常温里面 这个菌 它其实很容易滋长 尤其是那个 二三十度左右 是不是 对 就是以米小菌算 这个的话是二三二十六 那像现在长菌的话 它是十到五十度都可以长 所以说蛮多都是可以长 但是冰的话 都可以阻止它的一些增生 跟一些变化 这样子 嗯